從這個間諜地球看出了 中共對美國的終極陰謀在什麼地方 以前就說我們是競爭 嚴重叫對抗 現在不需要這個叫主權入侵 然後它橫跨了整個美國大陸 它所經過的路線 全部都是軍事敏感基地 從入侵情報戰到開火 這個在國際法上的人 叫做戰爭行為 所以我把它稱之於 以後的中美關係叫準戰爭狀態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今年2023年 全世界許多大型的企業 許多的政府都預估 今年在全球的整個經濟狀況 可能狀況不會很好 我們也看得到 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許多大型的企業 不管是像Amazon Microsoft Google 甚至說Facebook Zone 這些大型的企業 全部都非常大量的裁員 裁員的比例甚至有些都高達15% 那我們知道全球四大經濟體 中國這一次 在這幾年的疫情當中 受創非常的嚴重 尤其在他們今年的時候 突然之間完全不設防了 突然就打開了所有的封城 造成了很大量的人民的染疫而死亡 所以到底現在中國的經濟的狀況 到底是如何 全世界現在都是牽一法動全身 全球都是連動的 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我們今天邀請到 那個政大國關中心 資深研究員 宋國成 宋老師 宋老師這一輩子就是在研究中國 沒有錯 所以我們請到宋老師 來跟大家來分析 探討一下中國的情勢 那宋老師 依照您這樣看 我前陣子看到了一些 中國那邊從推特傳出來的資訊 有人說去年中國 它的整個赤字 達到44兆人民幣 但是馬上又有一些耳語傳出來說 他們的赤字其實不只只有44兆 可能高達1000兆人民幣 當然多多少少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其實也不清楚 但是老師 中國會不會破產 其實它已經瀕臨破產 這麼嚴重 對 非常嚴重 您剛剛講的說 那個40幾兆 那個只是一種官方 一種縮水的數字 他們通常對於這種敏感數字 都會縮水的 所以你把它乘上10倍20倍 甚至50倍 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我們對於研究中共的 專家而言的話 通常這個數字 我們是會把它乘 以乘數來計算的 不會直接看它的一個真實的數字 當然這個原因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來講 還是跟習近平的政策 是有直接的關聯的 因為從大饑荒以後 大概就是這一次的三年疫情 以及習近平錯誤的政策 所造成的 光是就死亡人數來講的話 那當然就是大饑荒以後 最多的一次的人數的死亡 你說以前過去那個汶川大力震 也沒死這麼多人 真的 對 沒有死這麼多人 所以當然你現在的這個數字 官方是說6萬嘛 你乘以100倍都可以了 就是說這個 當然你目前還很難說 去超越大饑荒 大饑荒是 高估是8000萬 然後低估是2000萬 你平均是至少也3000萬嘛 是不是這個疫情死了3000萬 這個東西確實 因為它沒有官方真實數據 特別是真實數據 所以我們通常只能夠用一些 間接的指標來推測 譬如說是火箭廠 有多少這種火箭的屍體 或者是說這個手機的號碼 消耗的有幾個啦 那麼等等 這些都是間接數字 可以拿到 因為它也沒公佈真實的 所以一般我們也能 得不到這個數字 不過我們如果說 根據我們的一個專業的判斷 我們從三個指標 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疫苗本身的效率 你比如說6成還是7成 那麼另外就是你接種的比率 你的覆蓋率有多少 6成 7成還是9成 最後就是你的醫療本身系統的能量 能夠滿足多少的救治需求 這個三個指標 通常我們在科學的防疫上來講 這個三個指標叫壓平指標 就是你當你疫情發生的時候 它有一個高峰 你要用這種接種疫苗的效果 還有醫療能量 把這個曲線壓平 不要讓高峰時期過早的到來 好讓我們進行時間賽跑 開發疫苗 接種等等 然後擴充醫療 所以從這個壓平的指標來算 然後再從它的患病率 重症率 死亡率的平均數來算的話 我估計至少500萬以上 我估計是500萬以上 真的很可怕 對 而且這個疫情本身 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結束 甚至很多工會專家認為說 還有可能二次爆發 是4月份以後 或者是夏季的開始 所以現在目前只是一種 叫做暫時性的一個死亡數字 如果真的有二次爆發 因為疫苗 病毒不斷在變種 對 而且疫苗永遠趕不上病毒 你要這麼講 所以如果說我們考慮到 如果它後續還有二次爆發的話 那麼這個死亡人數的話 我估計不會只是500萬 500萬只是我個人 從專業角度來講 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這個對於經濟 當然是叫做什麼叫 不只是雪上加窗 這個叫重創 我們飛機有緊急迫降 但是也有墜機 所以你說雪上加窗 叫做緊急迫降 但是你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墜機 我舉三個數字就夠 GDP GDP支持全世界經濟學家 GDP的話 當然現在目前認為就是說 你放鬆之後 他經濟有反彈 那個叫做報復性反彈 不是真正在經濟意義上的 一個真實的反彈 所以最權威的IMF的估計 是大概三 不會超過三 2.5到3.5之間 而且是未來5年到10年 中國14億人口 你3.5%的經濟的成長率 14億人口每天要吃飯 你這種經濟率 有沒有沒有辦法支撐一個 至少是中等富裕國家 所以中共以前最怕就是 進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說人均所得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 中等水平之後 他就不上去了 他永遠就卡在那個地方 這個叫中等收入水平 現在已經是卡在中等收入水平下面了 就是低於中等水平下面的 所以這個5到10年的權威機構的估計 如果只是維持3.5% 甚至我們就說5%以下的話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是不足以說 講說什麼養不活中國人口 但是我覺得絕大多數的中國人 都吃不好了 溫飽不足了 或者是低品質的生活 所以總結的來講的話 就是說從疫情到習近平的這種政策 你看他清零嘛 三年的清零 一直到這個突然放鬆之後 大量的死亡 死亡的人雖然說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可是他會拖累年輕人 因為很多老人家都是孩子的父母 工作勞動人口的父母 所以你從GDP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的話 急速的下降人口萎縮 人口萎縮 當然就是說不是立即呈現了一個危機 不過他這個 你看他的人口負增長提早發生 以前認為是2030年就開始負增長 現在已經提早了8年 聯合國的統計是足足提早了8年 那其他的專家估計就是說 那實際上的話 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已經開始負增長 只是說他的統計的方式 沒有把它明確的表達出來 人口負增長之後呢 就是勞動人口就下降了 那麼中國為什麼會有崛起啊 為什麼世界工廠 為什麼中國製造 他就是有廉價充沛的 大量的廉價的勞動人口 如果說這個勞動人口本身越來越少 他就失去一個能夠讓他繼續崛起 繼續所謂扮演世界工廠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會被印度取代 或者被東南亞取代 這是第三個指標 整個勞動人口本身的勞化 不只是勞動率的不足 勞化之後呢 每一個單個人對於GDP的貢獻力 就會下降 這個是最真實的數字 總體上來講的話 那可能還會有一些 鎖水造假的情況 如果是單個人對於GDP的貢獻 就會明顯下降 所以總體的GDP勞動人口的下降 以及個人對於GDP的貢獻率下降 這三個指標就足以證明 中國未來經濟好不到哪裡去 赤之可以怎麼樣 每況愈下 那老師 我最近也研究到 就是說整個中國啊 他們很多的 不管是二線的那個都市啊 地方的什麼鄉村啊 整個財政呢 都非常的嚴重 前段時間流露出 被人家流出那個黑龍江神 哇 那個負的負債比之高啊 那以往喔 以我自己個人的了解啊 中國這地方 他們在籌作的財源 就是賣地 對不對 這一賣地 然後這圈一塊就賣掉 然後就可以有大量的財政的收入 但是現在都行不通了 因為即使是北京跟上海啊 都有出現那個房子 打棄子還沒人要 而且現在中國又寄出限諜令 您怎麼看待這些 這個好像瑣碎的這些小問題 我先回答你的這個限諜令 因為是最近的 限諜令本身基本上 它不是一個市場機制 因為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問題 不在於它的價格 而是在於它的金融的體質 還有它對於房地產資金的管理的問題 所以它的根源本身是來自於資金管理 就是國家對於土地資產的管理不當的問題 導致了這個價格的下滑 那麼而且還有一個就是消費不足嘛 現在誰敢買房子 現在有時候買房子 我可以送你工作啊 買房子還可以送你土豬啊 就是那個我們講的山豬啊 等等的 這種已經我們聽起來很荒謬的方式 還鼓勵你買 還是隨不動這個房地產 所以當然就是說 這個問題本身的來源 就是從習近平 第一天下令清零開始 這個問題就產生了 三年的清零每天核酸 核酸是要花錢的 花錢誰花 地方政府花 中央政府不足給的 那地方政府有些本身 我們講中等的富裕的這些地區了 就像四川啊 這個湖北這些 比較屬於中等富裕地區 它每一天兩冊 兩天一冊 或者是後來三天一冊等等 不管你怎麼樣 這個核酸的檢測費用 就算是最後降低到一季十六塊錢 也是大量的支出 中國人口這麼多 所以地方政府它沒辦法 它沒有辦法去支付 這個核酸的錢的費用 它是挪用公款啊 挪用什麼公款呢 醫保啊 社保啊等等的 那而且醫保 社保 用完了之後它就沒錢了 那中央政府又不補助 地方政府跟房地產 它是孪生兄弟 環環相扣的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財政 來自於土地的買賣 一方面呢 所謂的開發商 土地開發商 建商等等 它的資金也是來自於 主要是來自於政府 那一部分來自於人民 政府本身的活水斷掉了 那麼它的資金周轉又管理不善 我們講說預售屋 我們在台灣買預售屋 預售屋買房子之後 你這個錢基本上要擔保的 要保證你的房子能交出來之後 然後才能夠去使用這個資金 它不是 中國不是這樣的 你這個買房子的錢 交到我這個開發商 建設商 建設商本身就把這個錢 拿去做其他的作用 所以說它那個擔保的比例是 非常低的 甚至是零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你一發生財政危機的時候 那個建設商就周轉不靈 所以才會有頂帶的問題 才會有錢引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就從習近平宣布 第一天清零開始 一直到今天為止 這整個危機是環環相扣 一路這樣演變過來的 那麼到了今天為止 所以我就說一直講 它是一個多點 每一個路徑上面多點爆發 然後每一個點本身都會觸發 下一個點叫做連環爆的經濟危機 所以現在看不出有任何的一個 拯救的一個方法了 你說發行國債不夠了 你國債你看你的地方政府 虧空大概7兆到10兆左右的數字 所以你國債本身 你國債也要付利息 也要還債 還有就是一帶一路錢收不回來 這個數字是幾千億以上的一些數字 所以他估計大傻幣的一個結果 現在他現在自己咎由自取了 所以這些從內外來講 內部的經營所造成的經濟的崩潰 以及過去這麼多年來 一帶一路等等的一些所謂的 對國外援助的那種大傻幣的 而且是灑美金 以美金來灑的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內外交響幣 這種困難是本身是內外連鎖爆發的 所以我估計中國的經濟呢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一個慘淡的陰暗的未來 電子衣櫥要買就要買最新最好的 尤其這台本身就是一台超大型的廚師機 也是迎面全身鏡 除臭殺菌烘乾整瓶一機搞定 全家人的衣物護理專家請上486團購 大家老師 為什麼最近這兩年 習近平要對這些很賺錢的大型的企業去出手 我們前陣子也邀請到一位老師 他就談到現在中國的股票 大概普遍整體來說 大概都掉了一半 都腰斬一半二分之一了 那個其他當然更不用講 你看那個像螞蟻金服 像馬雲 馬化騰 他們的很多企業 那為什麼習近平都要把這個國家的手 伸到這個企業 我認為習近平就是毛澤東2.0版 哇 真的假的 一般的人講這個我還不太信 老師一輩子在研究中國了 我可以這樣解釋 就是說他的思想跟觀念當中裡面有兩大駐索 一個就是說國有經濟 國進民退 集體經濟那一套 史達林主義的那種集體經濟的思想 這是第一個 這是毛澤東繼承的 第二個就是說在國際關係上 就是把西方當作是一個敵對世界 所以毛澤東講了一句名言叫做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 我就是中國了 不死 他就是繼承這樣的一種思想 所以就是說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就是說你比如說我舉例來講好了 他說這個房子本身是拿來住的 不是拿來炒的 這個就是所謂產品經濟跟商品經濟 一個最大的區別 房子固然是要住 可是他要經過市場的流通 他是經過買賣的程序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商品經濟 而不是一個物品經濟 沒錯 不是一個物品經濟 那麼所以他的觀念本身就是停留在那種 物品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 所以他沒有自由企業 自由市場 私有經濟 私人資本 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的 這種經濟市場概念沒有 完全沒有 他只有那個是什麼東西呢 國有經濟 全民所有制 國家所有制這些東西 所以然後他對於企業的評價 他說企業本身的老闆 都是叫做吸血的老闆 吸血產業 他認為阿里巴巴是吸血產業 是血汗工廠 這些資本家本身都是使惡不赦的 吸血資本家 跟這個共產黨本身的那種 一窮二白的 革命聖節的 那樣的一種所謂的無產階級的那種 那種思想 事實上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他沒有市場經濟的觀念 所以他不會扶植石油企業 整個習近平的思想呢 迴反兩個潮流 一個叫做全球化 全球經濟 全球化是什麼東西呢 資本與人員跨國界的流動 這是一個大的自由的一個市場的結構 另外是什麼 逆反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改革開放是什麼 簡單一句話 利用國外的技術與資本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 對 你現在中國搞成八方數敵 對不對 四面楚歌 甚至連你自己國內的有錢人都潤出去了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會有金居活水呢 國際社會怎麼會援助你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習近平的那種所謂的毛澤東2.0版的思想 缺乏自由主義經濟 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思想 加上他又在國際社會要稱霸 他要跟美國對抗 接下來還要跟整個日本韓國對抗 然後還要跟北約對抗 全世界你看看有幾個朋友 俄羅斯啦 北韓啦 還有伊朗 伊朗 這些都是 這叫流氓國家 這叫流氓國家 所以他只有一些黑道朋友 流氓朋友 他沒有真正有實力的文明的進步 西方國家的朋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說不僅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經濟瀕臨到一個最激勢的 崩潰的地步 連他自己的政權就風雨飄飄 搖搖欲墜 老師 聽你這樣講 其實中國現在所有的問題 就是一個人的問題 一個人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習近平的問題 可是你看像我們在之前 不管是說江澤民 什麼其他的一些領導人 感覺並沒有這麼如此的極端 就算他們的內心 對西方是恐懼的 對吧 但至少表面功夫做的都還可以 然後習近平 那個習近平現在一起來 你看看動不動就 飛機擾台哪裡 然後放狠話 然後杯葛什麼 企業什麼的 對於這個全國 尤其是最近的這個間諜氣球 一個正常的人 好像都不會有這樣子的做法 一個正常的國家都不會有這種做法 但是我過去也常提到就是說 習近平本身他 他在政治人格上是有很多缺陷的 比如說很權威型的人格 甚至我曾經講過 他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說毛澤東對他的父親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麼對他的母親也很不公平 照理說毛澤東對他來講 雖然不是有國仇 但至少是家恨吧 對 對 這個雖然不至於不共戴天 至少也是無法忍受 你想想看一個人對你的父母親 父親怎麼樣 父親反革命 把他綁在卡車上面遊街示眾 他的母親把他放在武器幹校去勞改 所以 可是他還是崇拜毛澤東 這個叫做斯德哥摩 這麼久 就是一個人被歹徒給綁架了 因為跟歹徒相處久了 日久生情 反而認同歹徒的這種搶劫的價值觀 然後甚至跟他一起犯案成為共謀 這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還有一個就是說很偏執 一種偏執 就是說他認為要做的事情 自使不欲 堅持到底 當然了 再怎麼堅持清零還是放寬 所以就是說他有他來自 他個人本身的政治人格的缺陷 而且我認為是一種精神 觀能症狀的缺陷 不是普通的一種說 哎呀 固執啊 自私啊 或者是愛財啊 等等這些所謂的小型的缺陷 它是一種人格上的大型的缺陷 這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他一直想吐出他自己 在黨內的歷史地位 中國夢是什麼東西 不是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 就是所謂帝國主義的破壞情節 其實二戰結束的時候 你才剛出生嘛 所以 可是他從歷史當中裡面 得到就是說是中國百年齒入 所以他現在要成為世界第一 爭強 好勝 好鬥 他不是現在講階級鬥爭嗎 這個是他過去的國大領導人本身 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鄧小平最務實啊 對 真的 他在聯合國講說 如果中國哪一天稱霸 世界人民跟中國人民 都可以把我這個共產黨打倒 你看 你就算是騙人也騙得很高概 嗯 這講得漂亮 對 講得很漂亮 美國就相信啊 從此以後 WTO也幫助你進去 對中共最回國待遇 而且美國的資本進去 企業進去 而且還開放美國的國內的市場 所以中國才起來啊 那你說江澤民他在怎麼樣花花公子 他也很懂得西方如何去利用西方的優勢 來那麼幫助中國的一個落後的一個情況 所以前面的領導人基本上來講 雖然都是叫共產黨人 但是就是他基本上對於西方世界 有一個比較正確的 或者是一種寬容的 我們用中共的眼光來講寬容的 這樣的一種至少和平相處嘛 東西方共同富裕等等 但是到了習近平不一樣 他根本比毛澤東更毛澤東嘛 毛澤東他基本上來講 他不太會去管輿論管網路啊等等的 可是他你看習近平 他管網路感到滴水不漏啊 然後對於人民的那種控制 封城啊 封城 封道就是說是根本就足不出戶嘛 所以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上海封城是有一個視頻吧 你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講的這個中共的國有經濟問題 有一個警察就拿了一個帶刺的鐵鏈 把一個住家的居民的大門圍牆圍起來 結果居民跑出來就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家的圍牆給圍起來啊 然後那個警察怎麼說 你們家的房子啊 什麼是你們家的房子 這是共產黨的房子啊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叫國有經濟了 什麼叫鄧小平一個思想 所以好鬥 然後喜歡管控監視 不相信人民 不相信西方世界 甚至他連黨內的同志他都不相信 不僅倒不是在二十大被嫁出去了 對 對 所以他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 對權力極度敏感 就是說他不但要握有權力 他有安全感 可是因為他本身的性格是 不安全感的一個性格 所以他一定要獲得更多的權力 就是權力跟不安全感之間 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 所以總結到最後就是說 中共這樣的一個體制 就是最容易造成像普丁一樣的 叫做獨裁者誤派 所以今天中共所有的內外的危機 講到最後 就是習近平一個人 他所造成 而且他一個人要負責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之前的川普啊 對於中國呢 他不過就是祭出了 這個關稅的制裁而已 就造成了中國國內所有的廠商 外資的潰逃潰敗 像老師 像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做電商嘛 所以我們的上游就是什麼 就是廠商 那之前很多廠商呢 都什麼都在中國 這幾年呢 那個要嘛就是回到台灣 如果能夠有地的話 就回台灣 不然的話就像您講 到印度啊 叫那個到東南亞去發展 好多都已經移出來了 那麼這兩年的 這個清零的封城啊 以及最近今年1月瞬間的開放呢 又造成了什麼 又造成了我們原本在中國 有一些配合的廠商 這些公司 工廠幾乎都倒掉了 然後一些問題 一些售後服務 我們現在也都沒人了 公司都解散 甚至老闆可能都染疫都死掉了 所以這整個一筆亂七八糟的 那現在那個Joe Biden呢 又對中國祭出了晶片的制裁 你看美國 日本跟荷蘭 對中國聯合的封殺 根本就是讓他們整個製造業 整個生產 根本就倒退到解放之前了 對 那再加上老師 我認為這次間諜的氣球 我覺得美國他絕對忍不下去 對不對 他如果這個忍下去 他在國內整個政治 但是他沒辦法對人民 對他的民眾有交代 所以可能又會再一度的再加劇 這個衝突 老師那時間最後我想請教您 那您看未來的這三年五年 那還有救嗎 以這個習近平這樣子的革新 那還有救嗎 我先回答你那個 有沒有救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講說 三年的清零封城 最後中共就放鬆了對不對 其實這個不叫放鬆了 這個叫做什麼 已經停止了心跳 然後再來進行急救 你覺得救得回來嗎 我的意思是說三年的清零 已經中國已經 就是停止心跳了嘛 所以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你們的那些廠商 其實不是放鬆之後 他們就倒閉啊 或者是虧損等等 是在這個三年的清零封城 這段時候就已經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放鬆啊 放鬆其實怎麼樣 就人都已經沒有心跳了 你還在那邊急救他 當然是救不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回答 您剛剛的第二個問題 這個氣球啊 我估計啊 應該在五大洲上百顆了 現在只是一個禮拜發現四顆 這個東西有兩個問題 就是如果拜登不強硬的話 兩個後果 第一個 共和黨一定把你往死裡打 現在那個Kevin McCarthy 新的中研議長 他是很強勢的 非常自信的 所以他一定會抓住他 因為2021年總統大選 另外一個就是說是 這個整個美國的 這個全球領導的地位 如果你不強硬的話 那你豈不是浪得虛名嗎 這國家延命都擺不下去 另外第三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從這個間接地球看出了 中共對美國的終極陰謀在什麼地方 以前就說我們是競爭嘛 嚴重叫對抗 現在不是 這個叫主權入侵 這個在國際法上來講 其實是戰爭行為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空飄氣球 我們姑且叫空飄氣球 那麼不管你是氣候的 先接地也好 你沒有通知獲得美國的許可 進入人家的領空 什麼叫領空呢 地表往上 100公里的空域排他性的管轄圈 然後這個叫什麼 這個invasion入侵 然後它橫跨了整個美國大陸 它所經過的路線 全部都是軍事敏感基地 中國對於美國的軍事基地的氣候 那邊有興趣嗎 你怎麼不研究你自己的氣候 跑到別的國家 研究別人的氣候 而且還研究基地氣候 秘密基地 敏感基地的氣候 這事沒辦法解釋 所以你怎麼解釋 後來把它擊落 什麼叫擊落 fire 開火 所以你從國際法 我們講評論 講國際法 從入侵 然後美國為什麼讓它漂三天 就是監事跟反監事 就是你到底想幹什麼 情報跟反情報 這個叫情報戰 最後fire把它擊落下來 這個叫開火 從入侵情報戰到開火 這個在國際法上面 叫做戰爭行為 所以我把它稱之於 以後的中美關係 叫準戰爭狀態 接下來我要預測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認為美國基本上 會對中共三個全面 我簡單地說 第一個全面的 叫做全面的備戰 因為這個入侵讓美國人 沒有辦法去想像 中共的意度是說 對我的本土安全 Homeland security 國土安全 世界的侵犯 超乎美國人的想像 所以美國一定會怎麼樣 用更高的科技去遏制 壓制中共的科技 因為那個氣球 基本上是一個科技的產品 第二個 把中國的世界工廠 和全球產業領導的地位 把它拔掉 讓位給印度 越南 泰國 印尼等等 東南亞國家 所以美國會用所有的手段 去把原來的中國製造 變成東南亞製造 因為中國的強項就是 它能崛起就是因為它的製造業 廉價的勞力 所以它就把你這個經濟的活血 把你放掉 所以我過去講說 美國有一個對中國 最狠的一個政策 我不跟你打熱戰 因為兩個核子打 我打熱戰 人類共同毀滅 我跟你打什麼戰 冷戰 新冷戰 還不夠 那個冷戰裡面有個策略 叫做慢死 什麼叫慢死了 就掐你脖子 用什麼掐你脖子呢 科技啊 用金融啊 所以我就說 科技鎖猴 金融獵殺 就實體名單嘛 中國的上市 下市 然後有一些跟中共有關係的企業 列入黑命丹 這個叫金融獵殺 最後是什麼東西 科技斷供 斷什麼供呢 AI不讓你進去 華為也把你打死 然後接下來 有凡是有涉及到軍事用途的科技 全部包括我美國和我的盟國 都不准進入中國 你就失血 中國就會失血 所以還有第三個 美國的第三個全面 叫什麼全面呢 就是我們從軍事戰略上來講 以前他們的軍事戰略上 有一個缺點 一個缺點就是說 我們英文來講叫做 Tyranny of Distance 就是所謂的殘酷距離 因為美國的基地很分散 所以台海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從關島過來三天 台海都打完了 從日本過來兩天 大概台海戰爭 台灣大概台北也淪陷了 所以它有一種距離 要幫助台海戰爭 幫助台灣 有一種距離的殘酷性 拿回戰爭的一個實力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是 以前這種對於中共的一個戰略 現在基本上來講 就是還是用一種對抗 這種競爭的一種形態 現在準備要進入全面的對抗 到菲律賓搞四個基地 在關島搞了新的海軍 海軍讀戰隊的基地 因為整個第一島鏈有兩個缺口 公古海峽 巴士海峽 對 中共如果要衝突第一島鏈 一定要走公古 北走公古 南走巴士 所以現在每日加強在南島地區 搞設置長城的飛彈 可以直接打到上海 打到北京 就是還要在沖繩 經過新的一個戰略的部署 所以要守住公古 讓中共從北邊出不了公古 現在在菲律賓建立了四個基地 這個基地本身守巴士海峽 所以美國現在怎麼叫做 戰場切割戰略 什麼切割呢 就是公古海峽一道牆 巴士海峽一道牆 把你中共所有 從出來的一個軍事行動 把你切割成東海 台海跟南海 三大戰場 一旦切割 補給也就切割 補給線也就切割了 所以我們簡單來講就是說 間諜事件絕對不只是一個 氣球的事件 熱氣球環遊世界很浪漫 然後不是那是一個 非常非常危險的 中美對抗的一個局面的開始 所以美國絕對不會散把甘休 所以我覺得中國呢 用我們一句通俗的話所講 戳了一旦 今天我聽了這個國城老師 這個很精闢的分析 真的是刀刀劍骨 看來整個中國的狀況 真的是在習近平 習大大的領導之下呢 一步一步走向 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地帶 那老師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不能用一般正常人的角度 對不對 我們在看待這些中國的領導人 因此 是不是可以最後一個可以這樣說 台海真的是中國跟台灣 發生戰爭的危險性 其實也是大幅的提高的 我這麼講嘛 相對於過去來講 台海當然就是看起來是 這個危險增加了 但是其實我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自己本身有強大的一個 自衛的能力 很多人認為說台灣能撐幾天 其實這個都是一種比較有一點點 長他人威風 滅自己自棄的這樣的一種說法 台灣有這個自衛能力 所以第一個 中共如果說要清台的話 它的戰爭成本是非常高的 肯定 絕對不亞於普丁去侵略烏克蘭 為什麼 普丁跟烏克蘭它是鄰近的國家 他可以把兵放在白俄羅斯 放在烏東這個地區 台海要渡海 所以渡海作戰跟越過邊境去侵略的國家 不可同族而已 戰爭成本很高 注意這次的間諜氣球事件之後 美國召集了40個國家 150個外交官 簡報了中共的間諜氣球 是怎麼樣進入美國 40個國家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有沒有經過八國聯軍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的話 40個國家 5個八國聯軍會來幫助台灣 當然程度會不一樣 這就是我所講的 所以很多人認為 一句話好像台海戰爭 以前是2023年也要開始 然後現在提前到2027 還有一個說法 2025是後年 總統選完之後 我一向不太贊成 就是說這種時鐘倒數 滴滴答答 時間到 然後就台海戰爭爆發 其實不存在這樣一個理論 因為它是一個 漸進式的過程 所以中共很想打台灣 很想併吞台灣 一直到最近 國民黨的夏立恩 去中國大陸 他還是認為說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怎麼樣統一是什麼 什麼中國人民的什麼 偉大的事業等等 還是這一套 很想統一台灣 很想併吞台灣 很想吃掉台灣 但是很難吃得下 我們用通俗的語言來講 很難吃下 你吃不進去 因為你要打台灣成本太高 代價太大 你自己的經濟先垮 不要講說你還有什麼 多少的經濟力量 來支撐你的對台軍事行動 國際社會蜂擁而至 程度可能不一 但是至少是排得對 來幫助台灣 有前有後 但是總體上是八二組 五個八國聯軍 最後就說你 這個他還在 台灣本身沒有 不是沒有自衛反援能力 台灣是全世界 密度最高的國家 為什麼 就是要對付你中國 將來可能還要布雷 所以從這三個因素來講 看起來台灣比過去 還要有受到中共的侵略的 這樣的危機感 但是真實的 是不是會發生 中共感大萬為的發動戰爭 渡海過來奪到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要三十二後行 OK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宋國晨老師 在擺盲當中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為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這麼多的 所以各位 現在全世界的事就是這樣子 面對四大經濟體 中國的一個 現在已經非常狀況的不理想 全世界現在也有預估 最近這幾年 全世界的經濟 狀況也不會很好 那我們該如何去因應 我們該如何去面對 就有賴各位企業家 各位老闆 自己心中的一個衡量 今天我們再次謝謝 國晨老師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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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全台灣最大的團購平台 最懂媽媽的電商 486團購